大家好,我是REX 今天要說的是Ben 10凱文篇 而這次的影片也是全面計畫的蘇布石 有一天,突然水天空總部來了一群不蘇之客 他們自稱為特工會,是天空會的秘密組織 而他們的目的是來逮捕凱文 而他們傷害了自己的特工 設者官賽凡提斯展現了精神控制的能力 馬克爺爺卻阻止小班打擊他們 因為特工會是直接隸屬於最高設政會 而馬克只是保安官,等級不夠無法干涉他們 之後他們切換水天空,馬克只好要求崔霸與布魯奇找出凱文的位置 但是他們的目的是要拖延時間 因此馬克偷偷的告訴小班 水天空無法干涉,但是你並不是水天空啊 因此小班決定去找凱文,警告他有人要抓他了 而特工會出動跟小班進行戰鬥 小班變成閃爆甲蟲,打爆這些混種外星人特工 然後找到凱文工作的店,告訴他有一群秘密組織的人要抓你 凱文有聽沒有懂 正要打電話告訴小班這件事情的時候 特工會就來攻擊凱文了 因此展開對戰,而突然凱文被小星頭撞到設政官 凱文的腦袋產生了改變 然後趕快帶著小班開車離開現場 並在路上開始回想起了一切 有一天,凱文在電動遊戲店 是因為凱文媽找了繼父結婚 因此凱文生氣也破壞了整個房子 所以凱文現在自己住 但是凱文看到今天有個跟他年齡相似的男孩他很有趣 因此凱文秀了幾首給他看 這是凱文人生中第一次被人稱讚 大家都覺得他是怪咖 因此凱文蠻喜歡小班的 而有一群混混要欺負凱文 但是此時出現一陣藍色旋風 把他們全部都收拾乾淨 而他就是剛剛的男孩 他叫做田小班 因為拖完未開放的新狂暴相撲遊戲 導致他跟家人今天不能入主飯店 被家人罵 所以自己跑出來 凱文提議去倉庫 搶全新的狂暴相撲遊戲 雖然過程非常驚險 但是小班又變身成一隻大飛蟲 拯救了被警察包圍的凱文他們 因此認為跟小班是真正的朋友 他們都異於常人 於是邀請小班 一起改變列車的軌道 這樣就能賺一筆大的 就再也不用住在地下道了 但是小班拒絕了 凱文感覺被背叛了 因此吸收了小班那神秘的手錶 雖然小班成功阻止了列車相撞 但是凱文也有了火焰的能力 因此他要報復那群曾欺負自己的人 但是小班卻突然出現 凱文也吸收了另一個外星能力 卻被小班打倒了 凱文投降 於是小班願意原諒他再次回復有限 但是凱文卻吸收手錶全部能量後 變回人類並慘敗 之後 凱文假冒小班的外星人 在大肆破壞城市 破壞外星人的名聲 甚至攻擊小班的家人 而凱文心想這樣做 小班便會出現吧 而她的確出現了 你到底是誰? 為什麼要這麼做? 你還認不出我嗎? 是我啊小班 而凱文獲得了變身的能力 可以變成小班全部的英雄 但是變成地球人的時間卻變少了 因此他想要找小班出氣 但是在跟小班再次對決後 凱文又輸掉了 我要求他回來再跟我戰鬥 他卻說我們不再是朋友了 我不配跟他打 因此我變成了師不相 有了這股力量 我便可以打倒任何人 但是為甚麼我又輸在了 弱小了人類和他們的羈絆呢? 欸凱文你沒事吧? 你只講了第一句之後 就沒反應了 噢...沒事 然後凱文再次進入了回憶 過了很久 凱文仍然恨著小班 甚至意外跟小班成為 同生共死的交鬥式戰友 小班也教導凱文如何應用這些外星超能力 實不像凱文的名號開始惡名昭彰了 但凱文無法抗拒憤怒 怪罪小班讓自己成為的怪咖 甚至跟摸甲斯一起決定要殺死小班 但是凱文卻再一次輸給了小班 困在了虛無靈界 而且更慘被抓到了位於虛無靈界深處的監獄 而這次實不像遇到了人生的導師 名為奎格 他輕鬆的答應了實不像 他教導凱文控制憤怒 掌控自己的能力 而這樣一失一復的奎格 他正面的影響了凱文 讓凱文自私的心態改變了 開始懂得關心他的人 因此凱文成功擺脫了實不像的變異 讓自己變回來 並學習了吸收物質而非能量 而奎格也決定跟凱文一起逃獄 但是奎格的計畫意外被曝露 為了保護凱文 奎格犧牲了 而這時凱文才知道 這世界上還有這樣無私的人 為了這樣的自己犧牲生命 而凱文逃出的監獄 卻還是在虛無靈界 而就在這時 他遇到了賽凡提斯 他說服凱文 告訴凱文歐斯摩西人是特殊的地球亞人 讓凱文相信自己是英雄 可以阻止末日風暴田小班 因此需要他的力量 而凱文被作為某種轉換器 讓色澤官吸收了蟹甲部落 卡特斯新人的能力 也讓人類小孩擁有外星超能力 主持軍隊 而他們也是 後來被誤以為是水電工二代的人們 他們被稱為融合人 而凱文意外跟那些被抓到的 外星基因提供來源的其中一位 也就是阿吉 因為偶然的關心和聊天成為了朋友 之後經過訓練 凱文跟小班再次決戰 凱文也讓阿吉趕快逃走 之後凱文又吸收了手錶 而小班這時候已經11歲 外星人變多了 因此死不下又變化了 也有了全新的超能力 因此又跟小班展開混戰 一陣來回的對打後 因為凱文又瘋掉了 無差別的亂攻擊對手 或者隊友 因此阿吉又麻醉針 刺魂的凱文想要幫助他 卻意外造成特工會打了敗仗 而凱文也被此時關心他的女孩小文 產生了好感 但是這個戰國 我不是賽凡提斯想要的啊 因此先帶所有人回去虛無靈界 再用自己的能力洗乾淨所有人的記憶 並造出虛假的記憶 而過了幾年 凱文跟阿吉掏出了虛無靈界 跟泰卓曼新公主談成婚約 以獲得銀河系中 數一數二棒的騎乘引擎 而凱文跟阿吉就這樣對交易買賣 產生興趣成為了黑色的商人 但是這時的他 已經知道什麼是道德底線 而他意外在一天 與永恆武士和半仁獸做生意時 被人打斷 錢都被收回了 而他就是時隔五年沒見過的田小斑 和他美麗的堂妹小文 而因為被植入了假記憶 凱文認為變成隨天公知心正義 是人生的最終目標 於是三人成為一個團隊 而就這樣多次的拯救世人 他也跟小斑越來越好 並愛上了溫柔的小文 就算自己因為手劍亂用小斑的手錶 變成了很醜的突變形態 小文愛上的是凱文的真心 而不是面貌 小文因此讓凱文改變了 習慣黑吃黑的凱文成為了真正的好人 但是同樣是五年前 凱文剛輸給小斑的那課 塞凡提斯決定為了阻止田小斑 他啟動了全新的歐斯魔星人計劃 創造了惡怪客和滅絕狼軍 但是當計劃成功時 田小斑已經不再是末日風暴 他拿下了手錶 因此塞凡提斯又對那些生命題 植入虛假的記憶 而為了原廠 他也對馬克和凱文的家人 植入了虛假的記憶 馬克以為艾倫那些人 都是水電工二代 其實都是假的 包括凱文的父親 達文也是假的 馬克在一次任務中 看著達文被滅絕狼軍殺掉 這件事情就是虛假的 因此凱文之後跟滅絕狼軍對決 並復仇成功 都是塞凡提斯 順便想借刀處理到過去的紀錄 而為了阻止 惡怪客 以保護自由小斑 和自己最愛的女友小文 即使遇到穿越過來的十歲小斑 不理解凱文是個好人了 就算自己會因為實況忘記 自身真正的樣子 凱文還是下定決心 所以我自己根本不是外星人 宇宙也沒有歐斯摩斯四號星 所以我自己根本不是外星人 都是塞凡提斯的陰謀啊 而此時特工會派出戰車 直接攻擊小斑他們 而小斑變身通靈天人 也被神經衝擊波給打倒了 因此他們戰敗了 被抓回了天工會 凱文說出了塞凡提斯的陰謀 他抓凱文要繼續進行實驗 讓地球人獲得外星超能力 成為融合人 因為凱文 擁有億萬分之一才出現的特殊能力 而馬克也聰明到發現 塞凡提斯植入假記憶給自己 好讓自己對凱文有愧疚感 因為自己無力看著凱文的父親過世 但是這些都是虛假的 所以憤怒戰鬥一觸即發 在強大的戰力面前 小斑變身重力謝霸 讓全部人都無法動彈 而凱文就趁機會逃走了 而塞凡提斯查看其他的腦子 都找不到線索 因為凱文已經不知道逃去哪裡了 他找到了阿吉 便使用卸甲之多星的雷電刺激阿吉 慌張的阿吉 此時變成了另一個模樣 之後 凱文帶著阿吉搶先去拯救艾倫 並打退前來奪走艾倫的特工 好獲得艾倫的原諒 因為之前終極死不相時傷害了他 並用電擊再次讓艾倫想起過去在特工會的一切 之後小斑去找小斑 因為凱文寄了一張情書給他 但是太浪漫不像是凱文的作風 因此被小斑的提示下 小斑想到可以用解密魔咒 因此成功發現凱文的訊息 他要小斑去找曼妮和海倫 但是不要告訴小斑 這讓小斑覺得飛去不可了 之後小斑成功拯救曼妮和海倫 並找到凱文的工作師 但是凱文已經獨自一人前往虛無靈界 留下阿吉和艾倫 因為凱文認為這都是自己的錯 才讓這些後輩變成融合人 無法過上正常的人生 而阿吉和艾倫這次跟小斑等人一起前往 但是賽班提示馬上精神控制了 全部的融合人 讓小斑必須對抗全部的特工 我拼死拼活 就是不讓小斑和融合人接觸 你們現在就直接跑過來 但是好險 因為上次的故事 小斑得到了X超人的操控權 輕鬆解決掉這些融合人 但是獨自跟賽凡提斯對決的凱文 被告訴自己洗乾淨記憶 是為了接觸小斑 但是不該變得如此要好才對 他只是個孩子 他不是末日風暴 但是賽凡提斯 依然繼續說服凱文 告訴凱文 第一都恢復了 那麼應該知道自己本來就是屬於特工會 因為從10歲起 就是小斑害凱文變得很慘的 所以凱文跟小斑展開了戰鬥 讓小斑覺得凱文又發瘋了 因為自己是來救凱文的 之後 小斑他們逃離特工會總部 來到虛無靈界的外城 而此時賽凡提斯的手下 說凱文想起自己真正樣子時 有點難搞 因為他再也讀不到凱文的心思了 之後 阿吉告訴小斑 特工會的全部事情 包括當時11歲凱文 是怎麼被賽凡提斯夫弄 相信自己是英雄 小斑是毀滅世界的末日風暴 只是因為小斑首相有Armitrix 之後小斑決定去拯救被催眠的凱文 所以變身撲霸 用特調化學物質 吸引2巨人 攻擊特工會總部 闖進去裡面 再次跟凱文戰鬥 但是凱文直接吸收Armitrix 變成了全新的死不像 小斑馬上變成沼澤火 而沼澤火在之前的故事中成長了 之後的介紹外星英雄系列 我會再說 然後使用鞭子引爆了死不像的能量球 導致凱文的下巴受傷 留下了疤痕 而這個疤痕也暗設了某一個未來的可能性 而雖然沼澤火傷害了死不像 但是死不像可不是區區沼澤火能打贏的 因此沼澤火直接撲接 然後凱文壓制了小斑 小斑還變回了人類 死不像說 他讀不到我的信 但是躲得到你的 之後 小斑用腳踢向死不像的腳 因為炸螳螂的腿比較小 因此死不像重心不穩跌倒 此時出現的是海倫架住小斑 告訴凱文摄政官在等他了 復仇時間到 不需要害怕小斑斑 什麼都沒變喔 什麼鬼啊 結果小斑要被放進去儀器被殺死時 凱文突然放手 並抓住賽凡提斯 並透過自己身上電吸的部位 以自己為傳導 讓賽凡提斯的電擊 再次傳入融合人他們的大腦 讓他們成功擺脫控制 變回了原來的樣子 真是太神啦 如果真的如我想的那樣的話 你在 也無法控制他們了 因為我摧毀了你的控制母體 原來你沒有針鋒啊 也不完全啦 多虧了社政官的第一次電擊我腦袋那次 我早該知道的 你還早啊 我原本可以讓艾倫他們早點解脫 可是我需要融合人愛散肥提斯 才能夠也好自出戲 沒想到你跑來亂 搞得亂七八糟的 一如往常 抱歉啦 之後小文和陸克終於來了 凱文趕緊告訴他們都結束了 你確定這個戴阿妹奇克斯的人是好人 我是確定啊 小斑是我最好的朋友 那我呢 只不過 在我們變成朋友後 我還是三不與十想要幹掉你 我有感覺喔 又是我這麼做了 宇宙又會滅亡好幾次 我不就成了千果罪人嗎 一如往常啦 你看 小文就像是我的兄弟一樣 海倫說 你答應要讓我幫皮爾斯報仇的 然後就鞭打了一下 社政官讓他昏倒了 只不過你們真的不知道皮爾斯是被 當時要大戰大缸前 被永魂武士殺死的嗎 反正後來出現保安官長 那位有能力可以赦免社政官之人 他說 曾經我允許你進行秘密實驗 但是我已經取消了 特工會又獨自展開行動 雖然你們仍在律法之外 但是我可以收回你們所有設備和證照 現在他們被關在虛無靈界 連總部都被徵收了 而小斑離開前說了 別被二巨人裁品喔 OK 故事結束了 這次的故事希望你們喜歡 凱文的故事是一個惡人意外變成好人 但是自己卻愛上了當好人的感覺 於是不管那些被灌輸要當好人 即是假的 他仍然因為奎哥 學習了什麼事物事的精神 他透過小斑 感受到了愛情的溫暖 對小斑的恨也意外變成一種 不打不相似的友誼 即使自己被洗腦目的是為了摧毀小斑 但是自己仍然相信自己心中的決定 那些和朋友一起拯救世界 過著開心日子的生活 才是催對凱文成為現在的樣子 而不是賽凡提示創造的人生方向 小斑是凱文最好的朋友 小斑從十歲時就生出了友誼的小手 而就算未來凱文可能會再次走完 而那時已經能變成一萬種外星人他 想必也會再次把凱文打醒 那在未來凱文的主要敵人就是特工會 他們未來又會發生什麼事呢? 之後為了讓你們更好理解之後的劇情 我之後也會出未來篇的完整介紹影片 那我是Rex 喜歡可以訂閱按讚分享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